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力推进8个一批工程专栏 聚焦各项目文化 历史意义和建设进展情况 中心城区供水系统提压改造项目已启动 工程如何实施 何时完成改造 新春走基层 记者为您揭晓 晚上好 观众朋友 今天是3月9号 星期二 农历正月26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请看详细报道 今天 市委书记马文田带队到朝阳区 朝南区 开展乡村振兴调研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强调 要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一系列决策部署 围绕1加1加9工作部署和1146工程 抢抓机遇 因地制宜 加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步伐 扎实推动春耕备耕 冻起来 乡村旅游旺起来 生态建设活起来 努力实现农业更强 农村更美 农民更富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朝阳区和平镇 顺洁全产业链科技示范中心 朝南区龙田镇 东西社区和东华村等地 深入田间地头 走进村庄民社 实地查看春耕生产 粮食安全 股债整治和农业产业发展等工作情况 认真听取村企合作发展 乡村产业等工作汇报 要求各级各部门搭好春耕生产第一掌 统筹做好春耕备耕 疫情防控 乡村振兴等各项工作 确保汕头十四五卖好第一步 展现新气象 调研组强调 要提高政治站位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 因地质疑用好华侨文化 历史建筑 地域风情等 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积极探索出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路径和方法策略 要重视古村债的保护 开发和利用 规划建设一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加大农村文化遗产 一记修缮保护力度 充分挖掘古村落的历史价值 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真正实现保护与发展双赢 要坚持科技新农 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生产经营经验 和科学种田方法 加强农业种制资源保护开发力度 众品牌拓市场增效益 全力推动农业发展 由增产量向提质量转变 走好走实精细化 市场化 品牌化 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要把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 创新体制机制 打造旅游品牌 完善服务体系 抓好设施建设 有效构建吃 住 行 游 购 鱼 全产业链 努力打造消费者高度认可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要大力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巩固提升源头捷屋 雨屋分流 加强城乡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不断释放生态红利 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各项工作 增进民生福祉 助力汕头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崭新篇章 市领导邱以辉 李昭参加活动 省市重点项目 山山铁路汕头段 是广州至汕尾汕头沿海高速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项目建成后 汕头至广州设计路程时间仅为1.5小时左右 今天起 本台推出 《行走350高铁线路看建设进展》系列报道 记者将分别深入高铁线路经过的 龙虎 郝江 朝阳 朝南四区 了解项目建设最新进展 这里是汕汕铁路汕头湾海底隧道顿购段的施工现场 在我身后这个红色的构建 就是顿购机的刀盘 目前这个500多吨的刀盘已经焊接完成 具备了吊桩下井的条件 而在顿购时发井内 工程们也是紧锣密鼓地开展顿购机的组装工作 山山铁路设计时速350公里 汕头段长约48公里 计划投入资金约111亿元 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 汕头湾海底隧道全长约9.8公里 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海底高铁隧道 顿购段施工总长2169米 地处复杂深水海域 实穿越多条地质断层 施工方采用明挖法加顿购法加矿山法的组合施工方案 南北岸相向而行施工 多个工作面共同绝境 隧道顿购段所使用的永平号顿购机 整机长度160米 总重约4200吨 顿购机的零件通过海运 陆运等方式 分100多次运底汕头施工现场进行组装 今天顿购机的零部件基本到齐 在隧道北岸出口位于龙湖区市中医院新址附近 工人们正在25米深的始发井内加紧设备安装 我们现在目前是已经将这个五块钝体已经安装完成 我们从明天开始 大概用三天时间把剩下的五块钝体全部安装完成之后 就可以下后面的这个刀盘 确保这个三月底是可以这个具备一个始发条件 如果将来我们这个顿购机正式始发之后 白夜班 一个班大约需要100个工人 才能让这个好人大物正常的这个绝境 在顿购始发井的北部是长度约300米的隧道明挖段 主体结构施工预计4月底完成 山山铁路汕头段在龙湖区境内约11公里 包括隧道始发井 新京路特大桥 存车线等关键节点都在龙湖区境内 用地总面积超过1200亩 龙湖区的真地面积约占全市的30% 拆迁面积约占90% 龙湖区全力推进争地拆迁工作 目前已完成总进度过半 计划在今年三月份 又全新完成我们整个的拆迁任务 全力以赴为了这个项目建设创造条件 这条铁路的建筑通车 山头融入 无论是融入咱们越港澳大山区也好 还是与东南沿海区的经济合作也好 都是有极大助力作用的 昨天下午 我市盗开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和利用 实施八个一批工程工作推进会 市领导邱以辉林小勇参加会议 十四五期间 我市将推出八个一批 共45个历史文化保护利用重点项目 八个一批包括 搭建一批平台 打造一批街 建设一批馆 出版一批书 编排一批戏做好一批考古项目 实施一批文物保护工程 树立一批惠名文化品牌 计划到2021年底 建立历史文化保护和利用工作机制 一批文物保护工程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有序推进 实施顺畅街区保护利用示范工程 建成飞移集聚区 到2025年 飞移传承体系有效建立 富有地方特色的文艺创作精品 不断呈现 文创产品蓬勃发展 文物保护实现新的进展 文旅融合品牌效应初步实现 小公园开布区建成活力历史文化街区 朝博中心 专题博物馆群等公共文化设施 形成具影响 逐步将汕头建成独居韵外的 越东文化明珠 有示范引领效应的文化火力都市 会议要求各部门要推动 八个一批工程的初心初彩 形成一批拿得出叫得响的历史文化品牌 文化地标 明显提升汕头城市文化品味 八个一批工程各有文化历史意义 目前建设进展情况如何 从今天开始 本台推出全力推进八个一批工程专栏进行介绍 今天首先来关注文物保护工程 位于京平区海平路97号红色秘密交通站就职 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秘密交通站设立于1931年 一直持续到1934年 红军长征前夕 交通站以华副电料行的名号作为掩护 承担着向中央苏区输送物资 护送过路的中央负责统治等任务 具有重要的革命历史意义 2018年以来 卧市结合小公园开布区保育活化工作 将秘密交通站就职建成了一座革命历史陈列馆 它是主要展现的是当时我长在革命战争年代 地下秘密交通工作的一个主要的旧职 逐渐这座陈列馆内一楼模拟当年情景 布置为普通的商行铺面 展示掌柜柜台以及收卖物品 馆内图文介绍 实物展示 情景在线和光影展播等多种形式 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现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事件 和人物故事 对汕头这些文物的维修以及翻新之后 我发现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都会像我一样 在节假日或者周末来参观这些博物馆 希望汕头在接下来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一些文物 来讲好汕头故事 把这里作为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还有保密教育基地进行一个打造 和我们这个小公园片区的其他一些红色文物的点位 串联起来打造成汕头一条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红色旅游路线 接下来 京平区将启动汕头开布文化陈列馆加固修缮 火焰社通讯处就职保育活化等五个重点文物 和重要历史遗迹保护利用项目 五个重点历史文化街区保育活化项目 四个重点文旅融合发展项目 现在一些点位已经逐步地在建成或者是在修缮当中 那么把这些点位串联起来呢 也能够很有效地来丰富我们这个片区的文旅融合 同时在我们整个示范区的范围内呢 也是把一些街区作为一个重点在打造 依托小公园片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京平区将发挥优势 有效保护合理利用 推动区域性文物资源整合和集中联片保护利用 打造地域特色鲜明 文旅深度融合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良好的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3月6号至9号 市委政法委 市法院 市检察院 市公安局 市司法局和各区县 在省级注点指导组的指导下 分别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 传达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 会议指出 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是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 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 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政法战线全面从严管党治警的新举措 是补短板强弱项 提升素质能力 建设作风过硬干部队伍的重大机遇 全体政法干警 要深刻认识开展教育整顿的现实紧迫性和极端重要性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历史使命感 以强烈的行动紧迫感 能力危机感 开展好队伍教育整顿 要紧扣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总体要求和重点环节 加强统筹组织 发挥好关键少数作用 突出问题导向 围照五个过硬要求 突出四项任务 抓好三个环节 以最坚决的态度 最有力的措施 最务实的作风 推进教育整顿各项工作 打造一支作风过硬的机关干部队伍 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汕头 法治汕头 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以更高水平的工作成效 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今天上午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光带队 前往华侨试验区 就汕头经济特区 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 执管区条例草案的初审工作 进行交流 会议指出 各相关部门要多方听取意见 不断完善条例内容 借鉴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 在乔资乔利方面 做到有所突破 要突出汕头特色 并让条例更有可操作性 更好服务华侨试验区建设 和汕头经济社会发展 今天上午 我是召开全市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 十三五期间 我是归上工业增加值 总量年均增长6.6% 高于全省1.4个百分点 制造业发展连续三年获省平优秀等次 2020年实现归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1.8% 高于全省0.3个百分点 2021年全市工信系统将加快省大型产业园区规划建设 协调推进八大重点产业片区建设 推动产业规模在十四五时线翻番增长 争取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突破8000亿元 市领导赵志涛出席会议 近日我是启动中心城区供水系统提压改造项目 重点解决金平龙虎区29万户居民 供水压力不足问题 市民对此十分关注 那么作为市政府今年计划解决的实践民生实施之一 中心城区供水系统提压改造将如何推进呢 我现在是在桃园住宅小区的一居民楼下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只要楼层高一点的住户 都需要安装这个加压水泵 那么现在是上午的十点钟左右 也是我们所说的用水第一封期 那么我们现在就入户去看看居民家中的水压情况 我们现在首先来到了一楼的一户居民家中 看看他家的水压情况是怎样的 你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压的情况 我们先直接打开这个水龙头看一下 从这个水压的情况来看呢 目前一楼的水压还算是正常的 我现在是来到了这一栋楼的五楼 我们再次进入居民的家中看看 五楼的水压跟一楼的水压有什么区别呢 打开水龙头之后呢 我们发现这个水龙头没有出自来水 这个水压跟一楼对比呢 就几乎等于零了 据户主介绍 现在是用水低风期 等到用水高风期的时候 用水是更加的困难 建成于1993年的桃园住宅小区 有常住人口3500多人 水表1700多个 近年来水压不足的问题 一直困扰着小区居民 据了解 自来水从市政供水管网收送时 水压标准按照国际标准 可达到四层楼的高度 但由于我是早期开发的房产 普遍没有采用二次供水加压 导致这些住宅小区 四楼以上供水压力严重不足 居民只能通过加装水泵 来解决用水问题 然而水泵一开 产生的噪音十分扰民 因为30年前四季的广网 还有那个水管 还有那水压 现在就达不到 达不到我们现在目前的要求 就是水压偏低 水质也有时候也比较浑浊 各家各户安装的水泵 互相造成的影响 影响到有时候是因为休息时间 人家开水泵 桃源社区水压不足 水管老化的问题 在中心城区其他老旧小区同样存在 去年8月 市越海水务有限公司 在广夏社区松原启动试点改造 投入资金增设24小时运作的 一体化智慧泵房 如今松原1200多户居民的 用水难问题彻底解决了 原来松原没有改造之前 我们松原这边的压力 用户的压力大概是0.20兆帕 然后我们这个泵房建成以后 整个松原小区现在用户的 进入用户的水压 能提到0.35兆帕 就基本上所有的松原的用户 都那小水泵都可以不用了 为切实解决中心城区居民 用水压力问题 市政府将中心城区供水系统 提押改造项目 列入2021年实践民生实施 项目总投资约7.93亿元 将对市政供水系统提押改造 和用户水表厚力管规范化整改 项目建成后将汇集金平龙虎区 共29万户老旧小区小区居民 彻底解决中心城区供水压力不足的问题 作为这次整个中心城区提押项目 我们公司是准备分三个部分来做 首先第一部分 我们要对水厂里面的机梦 进行一个改造 提高我们的送水能力 进行一个提押 然后第二部分 是对市区里面 对建成已经30年以上的一个杠管 就是这个水泵管 大概有26公里 作为一个内判不锈钢的一个修复项目 就提高一个输送水的能力 还有防止增压以后出现爆管 然后第三部分是对这些老旧小区 地下防网进行重新铺饰 然后增加83个一体相似的一个工房 这样进行一个增压 作为此次改造涉及的社区之一 桃园社区1700多户居民 将很快的可以拆除私自家庄的水泵 放心地用上自来水 而中心城区这次改造项目 计划在2022年前面完成 第一次是准备所有的地下管网 进行铺饰 在桃园里面的一个历史馆产里面 真是一个一体相似的一个泵房 然后进行一个增压 整个桃园小区的供水压力 能达到0.32兆化以上 就基本上可以实现 用户是不用再真是这个小水泵 进行增压的一个情况 展现汕头良好形象 传播汕头好声音 两天来 全国多家媒体关注和报道了 汕头港口集团吞吐量 连续四年实现增长 乡村小学全科教师培养等消息 一起来了解一下 南方质报刊发 给汕头港口装上智慧大脑 其装乡村吐量连续四年实现增长 报道近年来 汕头招商局港口集团智慧港口建设 加速跑起来为汕头港建设 东南野海区域强港奠定坚实基础 2017年以来 广澳港区集装箱吞吐量 连续四年实现增长 2020年逆势大幅增长39% 加入百万标箱港口企业行列 人民日报 阳城派 南方都市报 广州日报报道 近日 公安部授予53名女民警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汕头市公安局金平分局 行政大队副大队长 禁读大队负责人李小燕上榜 南方志报报道 汕头五年培养一千名乡村小学全科教师 为乡村振兴播撒教育种子 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昨天市富联召开15届二次职委会议 并举行党史学习教育辅导 要求妇女同胞从学习党史中汲取力量 为谱写汕头华美篇章贡献力量 今天上午7点多 驾驶员朱某亮 驾驶号牌为越地BX802的小汽车 在中心城区天山路自东往西方向行驶 在东下天山路口等红灯时 多次从车窗抛出纸巾杂物 这行为被热心市民拍到 并向交警部门举报 精品交警依法对朱某亮 除以罚款100元计两分的处罚 我对我今天早上这种不文明的行为 感到十分的抱歉 以后我开车一定遵守交通规则 文明驾驶 也希望大家吸取我的教信 共同维护上头的城市环境 另外从2018年12月至今 这辆小汽车还有11次交通违法记录 其中2019年12月7号至12月31号期间 就有5次经过斑马线 没有离让行人的违法行为 目前这些违法记录均已处理 坚决杜绝这种吃窗泡物 闯红的逆向形式等各种的交通违法行为 一旦发现会坚决依法处理的 我们也欢迎广大市民监督和举报 好 关注朋友 这次的上头新闻节目就播送完了 请关注上头新闻 微博和微信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感谢收看 再会 感谢观看 频道